水乡的人一年改一次庙会 水上庙会究竟是什么壮观景象 老爸发脾气 儿子被逼撑起膏 什么膏子好 如何听罗音 老记忆如何世代相传 什么叫老当义壮 怎么称金福那强 本期乡土让我们一起欣赏水上庙会 听秦湖高歌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在江苏省的江宴区 每年的清明过后就会在秦铜镇有一次盛大的水上庙会要举行 在当地被称作会船节 这可是秦铜民俗文化的代表了 如果把秦湖的湖面当作是一个梯台 那么满湖面的船就是这梯台上的大模 模特 比的那叫一个美字 如果把湖面当成一个竞技场 那么这船就是赛场上的选手 比的是个速度 今年会船节的故事 咱们就先从老周家说起 您看 眼瞅着要过节了 但是家里的气氛 却好像不那么融洽 今天这顿饭 老周师傅一家吃得并不怎么愉快 再过十来天就是会船节的日子了 已经65岁的老周 想让儿子把自己称传的手艺继承下来 但儿子对这并没有什么兴趣 像他这个岁数的人 村子里还没有去学撑船的 老周叫周存友 他所在的湖南村 是个典型的水上村庄 大大小小的河道遍布全村 家家有船 船是他们出行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村里的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划船的 但要参加会船节的比赛 可不是简单撑船那么容易 在老人们眼里 那也是一门手艺 经不住全家人的劝说 儿子周奎最后还是同意了跟着老爸学习撑船 要撑船就要从挑膏子开始学起 所谓膏子就是撑船要用的竹竿 每年会船节前的膏子都要换新的 老人们把挑选新膏看得很重要 一条好的船膏从挑选到下水 也是要经过好几道工序的 这个过程当地称作刨膏 做船膏的是对夫妻 已经在这儿做了几十年的膏子生意 每年会船节的前半年就开始忙活 几十个村子的近万条膏子都出自他家 这个过程应该叫什么过程 叫调膏子 调膏子 就是把它调直是不是 对调直 就是用目测吗 对对 就是目测 就用眼睛看 眼睛看一下 看一下它哪个地方外了 就是一般那么调个机 调个机嘛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机弯 哦 就是平目测 就现在这个机有点弯 完全就是这样 转过来再看一下 转过来再开一下 再开一下把它这样子就直了 那好 那就调这个 这个机弯了 你调这个机 哦 可以了 哦 是这样 那您干这个干了多少年 调这个膏子 三十年了吧 每个会船膏子嘛 咱们是传统文化了 对吧 自然是新的的话 就是便宜的了 便宜的 少搞一点功夫就行了 那就是说我们实际上 每年会船节的时候 这个膏子都是要换新的 不会用旧的 是不是 都会用旧的 它这个新膏子用了嘛 好像激励一些啊 有些旧膏子嘛 你不知道你们有虫眼猪了之后嘛 哦 然后是不好啊 对啊 就怕它里面有虫子柱啊 对 或者怎么样的 不好了 不好用了 对 哦 没有让你看到好好的 到了时候你趁热 它们一断掉之后 你给那个穿上去看 怎么弄呢 那就没得拜拜 调膏子是个技术活 平的是眼力和手上的功夫 而烤膏子是个经验活 竹子烤到什么程度合适 也是有着一定的讲究的 我看那个核 这个膏子烤不烧啊 它怎么叫烤了 烤了就是这个膏子 毛小泡泡了 如果小泡泡烧没了 就用烧苦了 烧苦了 苦了 就是那等于烧的已经太透了 就没有用了 就不行了 调膏不易 刨膏也难 周存友撑传撑了几十年 好膏子都逃不过他的眼 上千根的膏子摆在眼前 一打眼儿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不过这眼力要传给儿子 那可就得手把手的教了 破果子 要破彩的 跟着不能了 就差不多了 那你盖 你要 这个为你特效 这个不行了 要同盖 弄入这只的果子 这是好的果子 给他吃这个的 哦 嗯 要给他为你打一点 这个行啊 这个也有 这个为你也有 周师傅啊 我看看刚才您 一直在教您儿子 怎么在挑这个膏子 挑膏子 我教他 给这个果子 作性好一点 要脆一点 放在过去 周存友要挑几根船膏 也就十来分钟的事 但这次 他可是下定了决心 要教会儿子这基本功的 好的船膏 对于一个撑船人来说 无异于好兵 用上了好武器 那才能把自己的本事 完全使出来 挑出来的膏子 还要进行一下修整 竹节上的一点不平滑 都会影响到撑船时的力量 在这挑好的膏子回家 周存友可谓是满心欢喜 能这么早就让儿子 把自己的班接过来 对他来讲 可是个很有面子的事 船膏在下水之前 还要进行最后的修整 要用砂纸打磨平滑 避免有小的竹刺刺伤手掌 膏子还要用红色和绿色的布条 装饰一下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看着好看 要知道湖南村的高子船 在每年会船节的时候 那可都是出尽了风头的 水乡的人没有不会撑船的 如果仅仅作为一种出行方式 那么男女老少都是一把好手 但如果真的作为一种技艺 去参加比赛 这可真是要用心学习一段时间的 下高的技巧 力度 节奏的把握 那都是最基本的功夫 平日里看着性格又急又倔的周存友 叫起儿子来 可真是个耐心十足啊 你看我称啊 你看 你看 现在可以称了 巧路了 你看人已经出来了 这样子要扔了 你我脚插着这样子 指骨要来一下 两毛 要扣住下锅 如果我们已经出来了 这个须子已经出来了 这个须子已经出来了 这个须子一定要放松一点 这个须子一定要放松一点 这个须子要往日子孤里里面 你看我 哎 哎 没这哎 就这个样子 好 出口子 哎 下 哎 好 吃 哎 一拢的时候要挺拢的 先满一口就拿锅子 一盘口就去下锅子 哎 老爸教的耐心 儿子学的也认真 这一老一少 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第一次下顺学习 周存友对儿子还是相当满意的 老周师傅 学的怎么样 您儿子 口转 还可以 再乘两回就行了 再乘两回就可以了 学的还挺努力的 挺努力的 怎么样小周师傅 那么累 挺私心的 不容易是不是 不容易 累啊 嗯 还有肚子味 江燕琴水资源丰富 土地也异常肥沃 素有鱼米之香的美称 江燕因水得名 也因水而出名 秦湖便是江燕的金字招牌 这不仅仅是因为秦湖独特的自然美景 更因为这里还有着品种各异 甚至濒临绝技的野生动物 再次安家 并繁衍着后代 而秦湖每年一次的会传节 更是在这里历经了几百年 而久胜不衰 而且名气越来越大 更有着秦铜会传贾天下的美誉 经过几天的练习 周存有周瑜可以带着儿子 跟着整个队伍一起试试伸手了 这位最年轻的称高新手 是否能顺利地通过初次考验 全凭这第一次跟大家的合拍程度了 要知道 这条高子船上的人 个个都是经过几十年磨练出来的高手 按照规定 参加比赛时 一条高子船上有26人 其中有四个人的作用最重要 可以说是整条船的核心人物 老师傅 我看您是在这个船上 是敲锣的 我是敲锣的 然后这个所有人都得听您的指挥 听我指挥 您这应该是这个总领 我们指挥 总指挥 这个锣这个声音有没有什么讲究 我们这开始的时候 我们敲三下 开始的时候您敲三下 你敲三下 后的小孩子那么就一下 他们搞得这一下 你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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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膏子就下 一下 这个锣乎机梢 也敲三下 就停下来 不用跟他们说任何话 他都行吧 不要说 我们小的 我叫他跪 我也敲三下 他就跪下来 就如果要跪着撑的话 也敲三下 也敲三下 站在船尾这位是个方向性人物 这么说您就知道了吧 对了 他就是控制船方向的舵手 不过这位大叔的身高 可真是让我们的编导感到压力很大呀 也许只有这高度才能看得更远 方向把握得更准吧 您这个有多高 我看您太高了 我觉得我这个身高在您这 您有一米 一米九 一米九 太高了 您是这个船上的 这叫舵手 我这个 在这的舵手上 这个 这个 拿着去四十多年 拿舵 四十多年 拿舵拿了四十多年 我三十六岁的时候 也是接班 接他附近的班 然后拿出舵 舵手其实是很重要的 快慢是前面 这个 就是 掌握方向 然后会不会与其他船 产生这个碰撞 都以他这个舵为准 船的最前面这两位 应该算是荣誉选手了 他们的作用非同一般 不仅是后面划船人的标杆 他们手里的竹高 可是村里人每年争着 最想要得到的东西了 第一排的是不是应该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点 哦 最重要的 那我们这个应该 咱第一排的应该叫什么 这个 投稿 投稿 就是我们这个投稿 人家挺有习书 要生孩子 我们这个投稿 两条投稿 送他家里去 他生了来孩子 他就请我们持久 然后他给我们下年 撑会主呢 给我们在这座船 跑一出的稿子 来年撑会船的时候 这一船所有的这个稿子 多大牧师那家人出钱买 出钱买 关于秦童会船节的来历 在江宴有着不同的说法 其中民间的一种说法是 由于秦童是个水乡 过去每年清明扫墓时 各家各户都要划着船去祭奠亲人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 河面上就会汇集很多高子船 水乡的青年生性豪爽 不同村庄或是不同姓氏的村民 碰到一起 不用扯其名哨 自发的就会较量起来 久而久之 这种习俗便延续成现在的会船节 在秦童 称高参加会船比赛的 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他们从年轻时 便从上一辈人手里接过了船高 一称就是几十年 而他们下一代 现在还很少有接班的 四十岁的周奎在他们当中 是绝对的年轻人 他的加入代表着又一代的称船手 从此开始新一轮的传承了 今天是正直加入这个行李 还不怎么回 不找声音跟他们这个狗子不一致 这一顶指定的话 这回旧的指定 狗子肯定能护上牌 应该没问题 抓紧时间点 这一个船上您是最年轻的了 现在 这母亲从上是最年轻的 有还得继续往下船 有点反映我们的汇船精神 把这个一袋一袋冲下去 对对对 汇船节的头一天 所有的人要聚在一起吃上一顿 而这顿饭是参加汇船节的人 共同出资的 据说这也是他们上百年的 延续下来的AA制惯例 都给用人的 打个皮肤中有没有的 这个汇船切这个手 你看哈 人家里的城里都 抓紧力都能 要紧紧 如果城的不行 要一步那路 你这个去完 你去住 人家去的 无完不行 我们坐在这个桌子上 吃饭的人 就是明天 汇船节的时候 要去参加比赛的这个队员 我想象当中的队员呢 要参加这个比赛的 应该是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但是今天我来 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然后都是一些那个 这个身体特别棒的大爷 是不是 我们这个里边 那个都多大年纪了 现在 80多岁 80多岁 80多岁还在 82 82 82 让我们想不到的是 周村友虽然已经65岁了 但在这称船的队伍里 却是年纪最轻的一个 在秦统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只要参加了会船节 上了船 一称就要称三年 中间是不能间断的 而这个平均年龄 已经70多岁的船队 还能每年都拿个名次回来 这一点 也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呢 正常我们明天 这个我们这个 老中了 我们到底要出来 正常是在表演 总在一二三 会船节的当天 可谓是江燕区 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 也难怪当地人称这是水上庙会 看着情景 可比陆地上的热闹多了 仅仅是五花八门的水上表演 就够让人兴奋的了 三 二 一 开闹 开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上表演一结束 各类打扮华丽的船只展示便争相开始了 秦童会船节与其他地方单纯的华龙洲比赛的本质区别 重点就体现在这一环节上 会船节的船只主要分为四种 即贡船 龙船 高字船和华字船 这种集体的亮相正是每年会船节的亮点所在 也是被称作水上庙会的主要原因 前面我们说了会船节在民间起源的一种说法 而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船不仅只是高字船一种 而是有几种形态的大小不一的船只 关于会船节的起源 当地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 我们的秦童会船节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了 会船节由来有很多种 现在最为广泛 流传最为广泛的就是岳飞抗金的故事 就是当时岳飞手下的将领 带领当地的义军和大战在秦府上大战精兵 当时虽然把精兵打败了 但是义军也上网惨重 各村各个村各个祖划到这里船真心恐吓来抢着祭这个五祖坟 所以就形成了会船的奇数 这些形色各异的船 仿佛更印证了岳飞抗金这一起源传说 而且至今水乡古镇区 还有岳家军水上点降台的旧址 这些船的造型不仅各有不同 作用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在我们的会船节上 我看到了有很多种船 而且这些船都各有特色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共船 那共船应该是我们这非常有特点的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一共有十条共船 每条共船展示的都是不同的内容 主题 像我们这条船 它有水车 有麋鹿 有卢尾 还有我们的喜鹊 它就象征我们这个市地 对它展示的情路市地的主题 共船和龙船作为展示船 更多体现了会船的壮观与热烈的氛围 寓意在于岳飞抗金大胜而归 的喜悦之情 而高自船和华自船 更多体现了当地百姓 对撞死战士的缅怀之情 此时参加会船节的人 都早早地来到了湖边集合了 不看别的 就这一身打扮 可真是有点战士要上战场的意思 每年的会船节 各村各镇都会出十几条船参加比赛 祈福的鞭炮声此起彼伏 只待罗声一响 高自首门便挥高而起 整个湖面瞬间变成了竞技的赛场 热闹非凡 湖南村这只高自船 真不愧是一只身经百战的队伍 别看年纪都大了 但下高的速度可是一点不慢 而新入队的周葵 也是没有拖了后腿 这努力撑高的尽头 也是随了老爸 眼看着这船就冲到了前面 得胜而归的头高 要敲锣打鼓送到接高的人家 对于新婚的小夫妻 能接到头高 是再幸福不过的事了 在过去 接头高就是为了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而现在这种旧的习俗 已经在这里渐渐淡化 即便没有新婚的夫妻 人们也希望能在新的一年里 把头高抢到自己家中 因为他们相信 接头高就是接吉祥 讨得一个头彩 分享一份喜悦 秦童的会传节 已经从过去单一的水乡群众活动 演变成了现如今 一个融着文化民俗体育 等等多种内涵的民俗盛典 堪称民俗文化之大观 水乡风情之博览 随着会传节名气的增大 每年清明节过后 秦湖都会迎来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 来此观战诸威 而这一传统民俗 也在一代又一代的水乡人的手里 世代相传 生生不息 好了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贪图里讨小海 容易陷到泥潭里去 怎样才能行走自如 九节虾 花隔 海棒 这些小海鲜 如何赶海得来 捕到的鱼 为什么全身透明 顶边湖 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 莲浆的鱼丸 里面为什么包着馅 包饺子用的燕皮 是什么做的呢 下期乡土 走进莲浆品尝当地的美味